360相機我用這部Vita S 我記得兩年前 在銅鑼灣一間店想買 但當時全部都沒有 他不知道檢查到一間分店在尖沙咀 說我幫你送過來拉斯奴先生 結果等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拿了全香港當時最後一部 然後去了台灣玩 這部Vita S我自己覺得都算是這樣的 當時的科技 無論是畫質、發布、電話的輕便性、方便性 都非常不錯 最近又出了一個新的Vita V 就這樣看上去不是太大分別 闊了少許 向外闊了少許 但原來兩個產品最大的分別 第一,新這個是4K拍攝 另外還可以加多一支咪 他出了一支咪給他用 這支咪是不能放到Vita S 這支咪是鐵三角 我用到Audio Technica幫他出的 特地是給Vita V用 裝上去之後 就會變成這樣 還有擋風罩 大概是這樣 你可以這樣拿著 我早前就去旺角 帶兩部機拍了一些試片給大家看 大家看一看分別 現在用的就是Vita S 是上一代的產品 它就沒有外置咪 但畫面其實已經都OK 唯一少少缺點就是 入了夜之後 它的聲音都很厲害 不知道新一代有沒有改善呢 現在就是用最新Vita拍片 加上一支外置咪 不知道畫面有沒有看到 底部有支咪 那為什麼在底部 因為大家看到 拍攝360要舉高一隻手 舉高一隻手 收音在底部便容易收 這個設計是有想過的 大家就比較一下我之前用Vita S拍的影片 和這條影片的聲音和畫 有幾大分別 看完試片我自己就覺得 新這部機真的清了和漂亮了 尤其是噪音是低了一些 因為這部如果你是入黑的時候 噪音都很厲害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在 希臘在希臘Santorini拍入 我好像拍過幾張360 放過出來的 這部新機的聲音和畫 亦都有提升度 尤其那個聲音 因為如果你在環境很吵的話 這樣舉到高高低 可能未必收到你的音 因為它的咪 本身Deford的咪 是在頂 而這個當你設定了咪 的時候 收音就在底 那只是距離 都已經會改善了 所以如果你是 即我已經買了這部360 我去旅行的時候 不算用得很密 所以我可能會用這部旁身 但如果你是很喜歡拍360 很想拍360 你又未買360 我覺得這部都不錯 尤其是你去那些很闊 很大 很多東西看的景點 又或者如果你玩那些滑翔傘 我就覺得會很棒 還有提提大家如果拍360 例如你拿著這樣拍360 千萬不要這樣動來動去 因為本身看個人 無論YouTube或Facebook 你本身就已經 我可以自己選一個角度去看 所以你最好擺定 還有如果你動的時候 最好直線動 例如我拍我會這樣拿著 如果我走就這樣直線向前走 但我手腕不會動的 如果不是 他自己看的角度 他又在轉 你部機又轉 那就很奇怪 所以我自己覺得360 拍360最重要 定